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市场上买回那种西洋杜鹃 这些杜鹃都是温室里面培育出来的 温室里面的条件肯定是非常的舒服 光照 温度 湿度都很爽 那我们买回来之后肯定比不上温室里面的环境 那这样突然一改变 杜鹃要适应几天 如果适应不好肯定会出现问题 我们杜鹃买回家之后一般都会在室内养护 温度上来说肯定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室内养护的杜鹃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室内光照充足的地方 这样光照和温度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剩下的就是湿度了 杜鹃养护环境湿度很重要 它比较喜欢那种温暖湿润的环境 一般在居家养护的时候湿度我们都是有限的 尤其是北方开着暖气的环境会比较干燥 一旦干燥就会出现那种黄叶掉叶的情况 平时养护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经常的喷雾来增加湿度 但是喷污也是要有个度的 不能一下子喷太多 让叶这样的水污能在三四个小时内散发掉就可以了 平时浇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小细节 杜鹃是喜欢酸性土壤的 我们平时浇水的时候可以用点硫酸亚铁 一般一个月左右给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减少我们黄叶的发生 杜鹃在开完花之后可以修剪一次 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 这样也有利于杜鹃的生长 等到春天的时候温度能稳定下15度左右 移到室外去养护 这样能让杜鹃更好的适应环境 今天关于如何避免杜鹃黄叶掉叶的养护介绍 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为了更新 拜拜